台东市殡葬园区火化炉具老旧 而且已经不符合现今的环保法规规定 张国舟市长向花东基金及内政部 争取到7500万元 配合公所的致筹款7500万元 总经费共约为1亿5000万元 所进行的台东市殡葬园区火化厂火化炉具更新 即扩建工程 3月2号上午举行动土典礼 现在过往者不是台东市而已 各乡这个都有 一天有时候要实际 我们是个国王者真的 但是我们不能够马虎 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没有马虎 也不能够懈怠 我们都按照时间的 但是那过程真的 为了要给我们的国王者 要整理个火化 我们一般的时间要停留下来 还要在一个反面 那真的各位国王者不见 过去的心情还要 没有说自动的退化 这个人副理事长也最清楚了 没想到一个人说退路出来 停在时 别人叫他爬出来 现在的事情是一动下去 一自动马上就退出来 很神奇的出发意思是说我们的辛苦的 我们的师父就会马上可以牵起来 所以说个人一直就接着说 一定要把它改善 所以在从民国修宿文到现在 我在迈入66年 我们投入在冰浪金的事业最多的 过去我们都习惯土葬 但是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来 慢慢的火葬已经被普遍的接受 根据我们的统计大概将近九成的民众 都用火葬的方式 那台东市公所的 台东市的人口占全台东市55% 所以大家可以想见冰葬场 它的工作负荷 大概也要占最少是五成五以上 全台东县 一开始碰到的状况其实很辛苦 因为国发会要求是50%的配合款 这对乡镇市公所来说 不要说对乡镇市 对台东县政府来说 也是不可承受之重 我们没有这么高的配合款过 那但是我非常感谢市公所的魄力 还有代表会的协助 那魄镇希望紧急赶快做的事情 那代表会也非常支持市公所这个决定 在总经费一亿五千万 50%的配合款之下 立刻通过了 让市公所可以赶快发包这个工程 其实对王者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尊敬 那真的很谢谢市长 我知道他用了非常大心思 就是刚刚向上讲的 50%的配合款不容易 但是市长还是很努力的 去争取到了这个经费 然后去筹筹经费来做这件事情 让我们这个人生的 这个深恼病死这个课题 到最后的人生的阶段 让我们的王者还有我们的家属 都能够一个最棒的一个 人生的最后的仪式 开宏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胡清文 进行工程简报表示 未来更新后的炉具全自动化 火化速度更快 并且有效改善空气品质 这项工程另外新建 简古室 祭拜室 及家属休息区 张国洲市长表示 1亿5000万元经费将进行 三具火化炉具的更新 本案亦包含第四具 到第六具的火化炉具 环境影响评估 如果通过环评后 会增涉第四具 第五具 以及第六具的火化炉具 公所会在积极的争取经费 台东所在 综合报道